有請當事人上場 我承諾 我在現場所說的每一句話 都是真實的 如有不實 我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當我們的聚光燈 聚焦在您身上的時候 請您面對我們的鏡頭 說出您的訴求 我的訴求是 按照法律 繼承我母親的遺產 我繼父的幾個孩子 遲遲不配合 所以我來找律師 向女士56歲 北京人公交售票員 求助類型遺產繼承 是跟繼父的孩子 對 之間的問題對嗎 對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繼父還在世嗎 不在了 零年去世的 1992年 那很早就去世了 對 那您的母親呢 我母親是2016年 11月14號去世的 對 這是因為母親去世以後 所以關於父母當年的財產 現在成了問題對嗎 對 是我母親死後留下了一套 北四環中路的一套兩居室 所以我們起的爭議 北四環的一套兩居室 對 在什麼位置 北四環中路建祥橋 那這座房子應該很值錢了現在 多大的面積 對 83平米吧 現在市值多少錢 16年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是 大概可能是值800萬 800萬的家產 對 但是我母親去世的時候100天 我跟我 就是我的弟弟打電話跟他說的 我說咱們這房子是不是得解決呀 什麼時候解決都是個雷 咱們早解決早完事 我弟弟說現在不能解決 要解決得等我母親 一周年以後再來解決 我說行 他是認為母親剛剛去世 對 可能是對老人表達一種哀思 對 覺得應該一年之後再來談這個事 我很同意 我當時沒跟他說什麼 我說好吧 就是按照弟弟的這個說法 一年之後再來談這個事 那一年之後你們是怎麼談的呢 因為我大哥去世的時候是在我母親之前 他是16年10月18號去世的 那你既然談到這個 那我就問一下 您繼父那邊一共有幾個孩子 我繼父一共有三個孩子 都是兒子嗎 對 我繼父跟我母親結婚的時候是1976年 他們領的結婚證 當時我大哥已經24周歲了 我二哥呢也是18 9了 我弟弟呢是12 我14 沒有成年 對 那您媽媽這邊就是您一個孩子 對嗎 對 您繼父那邊有三個孩子 對 也就是一共是帶著四個孩子一起生活 對 但是大哥那會兒已經成年了 對 所以沒有跟你們在一起生活 對嗎 對 我是一直跟我姥姥姥爺在一起生活的 等於我20歲以後了 我姥姥沒了 我才回到他們身邊 等於我22周歲我就結婚走了 所以我在他們身邊生活的時間不長 不長 那也就是說您其實跟這些兄弟姐妹 並沒有太深厚的感情 對吧 後來結婚就走了 對 偶爾回去看看母親 也就是這樣的一個往來 對 但是沒有過多的矛盾 對 相處都沒事 對 所以當母親去世以後 就理所當然要談這套房子的繼承問題了 對 那弟弟剛開始就是說是一年之後再來談 一年之後再談的時候呢 那對方是怎麼說的 我們一開始談的時候是四個人 一開始是打電話談的 哪四個人 您 我 弟弟 二哥 還有大哥的閨女 大哥的閨女 對 因為我大哥沒有了 去世了 大哥是在什麼時候去世的 16年10月18號去世的 也就是在您母親去世之前 對 您大哥去世了 對 好 你們四個人當時談的結果是什麼樣的 一人25% 停分 對 那不停號嗎 對 為什麼後來又有一些問題呢 後來我弟弟打電話 讓我再退出5000% 所以我不同意 哦 問題在這兒了 希望您出上5%的這個份額出來 對 對 我有電話錄音 那你妹妹不同意 肯定不同意啊 你這樣吧 你們告我 知道嗎 我還不告你呢 那我告你們啥 這家裡受來受苦 全是我咱不說 說了都沒用 你看你從明鏡人那兒的 是吧 你們這個人家的話數都沒有 我 我給20% 到時候分錢的時候 你就給我退出5%就完成 那不可能 你才退出5% 我不可能會 不是 她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是說 她的孩子的戶口 和她的戶口 在這套拆遷房子裡 上樓的時候 有她們的戶口所在 所以她要多要 我以為戶口不在這兒 她能有這麼大的利益嗎 第二是 她為這家有貢獻 對這個家有貢獻 具體講的是指什麼 因為我二哥小兒麻痺 身體不好 所以他什麼事都是指著 是我弟弟吧 可能為這家付出的多一點 但是我母親對他照顧的也多 對他們說句心裡話 我母親 對他們比對我好多了 她說她每月給我母親生活費 我說我也給母親生活費 對我衡量我 賢養起碼夠及格吧 那也就她的理由是說 她為老人賢養付出的多一些 對吧 包括照顧老人 對 因為你們家的情況比較特殊 大哥可能 確實之前身體也不太好 對 二哥又是小兒麻痺症 對 那就她是唯一的一個 比較健康 然後又能出力的 對 這樣的一個兒子 對 所以她認為她應該多分 她提出這個要求 應該是向你們其他的三個兄弟姐妹提 比如說您 您的二哥 還有大嫂 為什麼單獨給您一個人打電話 讓您出場5%呢 我不太清楚 所以我沒同意 是的確 事實上您搞清楚 的確是向您一個人提出來了 還是向其他的人也都提出來了 我跟她談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單單要我提出來5% 她只是跟我說 我二哥混 不跟我二哥談 好 您弟弟今天來到節目現場了嗎 應該來了 推一下弟弟的話筒 先生你好 你好 是這樣 我有一個問題想向您求證一下 當時您向這個姐姐提出來 讓她拿出她的份額25% 裡面的5%份額出來 給到您 對嗎 的確提過這個要求 對嗎 對 有這麼個事 我想問一下您 您是只向她一個人提了這個要求 還是說也向其他的兄弟姐妹提過 她是出門的姑奶奶 我們給你的 是我們的組織的家產 你不能說高於我 對吧 而且什麼 我們對家的奉獻 單純真的 就不能再說了 相當多 好 只是想找她一個人來協商 並沒有想找其他的二哥 或者大嫂來協商 對吧 因為那是我 我們家的組業產 你們家的 對 在我母親沒進門之前就有 因為當時分配的時候 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是你們都參加了 是你們拿出來的 是一個大家協商的結果 參加只是一個面上的說法 沒有簽字 也沒什麼協議 只是一個口頭的說法而已 對 對 我愛人有點意見 說這做得不對 說咱們付出這麼多 他們連句話都沒有 明白 你所謂的付出是指什麼 相比之下家庭老太太的生活 老太太反正基本上付出的 比他們都任何人都多 也就您沒有把他當繼母 而當自己的親生母親一樣照顧 養老送中是嗎 對 所以說這位老人在去世之前 都是您在照顧嗎 反正你要這麼說 反正基本上吧 基本上 那您做得也挺不錯的 咱們中國人有一個名言 就是佛收一樓 叫人走一句話 您的話裡有話 倒是來應該得當的是 那可不成 明白了 好 我待會兒會給您時間了 詳細講啊 看來您的弟弟話裡有話 我聽出來了 就是他可能要一句話 那這個話可能中國人的牢裡講的是 就說您得讓我氣順了 或者說我們心裡都舒服的 這事就好說 我當初說的時候是 我的份額 你們不能少我的 我該拿多少份額 但是錢上我可以付給你們點 那是我給予你們的 對嗎 那一說我這麼一個四肢健全的人 我受您的這麼大的一個錢 我什麼時候能還完呢 那麼您想拿出多少來給他們呢 我可以拿出十萬 拿出十萬來去給予他們 我二哥 我二嫂 我弟妹 我弟弟 對我母親照顧非常好 您也認可 對 對 這個事我在這兒吧 借這個平臺 我謝謝他們 咱們明明白白的 幹嘛不把這東西給他 就不就完了嗎 咱們都有這個 您說是不是 那是直接這麼跟他們表達 這不就沒矛盾嗎 我不同意啊 您不同意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把我的份額給刨出去啊 那其實就變了一個說法嘛 您拿到您的份額之後把它變成現金 然後再給他們補償一些 這個就是一個變通的手法而已啊 是啊 您這個想法有沒有跟他們說過 我沒說過 因為他打電話的時候他很強勢 稍等一下 推一下剛才這位弟弟的話筒 先生您好 先生您好 您好 剛才這位女士在現場講的是說 他不能少了他的份額 但是他可以比如說分完以後 拿出十萬二十萬補貼給你們 不成 也不成 我不會接受人家的奢侈的 這怎麼叫施捨呢 我跟您這麼說 我這個東西就是說 該是你的一定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 您認為他拿出來是一種施捨 是一種情感的補償 您不需要這些對吧 不需要這個 那這麼著我還會給你呢 因為你們家這事就糾纏在這了 對 先生他一代表達說是他們家的祖業產 是不是這麼回事呢 那個房子大院啊 以前是三間北房 在我媽進去之前 他們家有三間北房 兩間西房是土坯房 等我媽嫁過來以後呢 他們又蓋了三間西房 三間東房 完了97年拆遷的時候呢 那個房子呢 分了一個兩個兩居 就這個院全部都拆了是吧 對 97年 1997年的時候拆遷了一次 對 這個時候您的繼父去世了 對 我繼父有遺囑 繼父呢就怕影響我們 幾個孩子的生活 來讓他把這房子做處理 不讓他三個兒子和家人呢 糾纏這件事 就是一個院子所有的房子 對 歸你媽媽一個人 這是有遺囑的 對 就是童年我婆婆去世以後 才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的 那老太太就雅分沒說過這茬 對 就沒說過這茬 真的嗎 這還是毛鼻子啊 對 對 我父親的字很好 好 就把這個房子有了一個交代 那麼在他去世以後 97年這個房子拆遷了 對 拆遷以後分到了幾套房子呢 分了兩個兩居 一個兩居落在我母親的名下 一個兩居落在我二哥的名下 二哥是不是那個小兒麻痺的那個二哥 對 對 今天我們所爭議的就是你母親名下的 那兩句是 對 這個是拆遷協議 這是這麼來的 對 你看上面是我母親的名字和我二哥的名字 這個拆遷協議當時合價 包括有差價 這個差價後來是誰補的錢呢 我二哥付的 二哥付的錢 對 因為我母親沒有工作 所以這個房子的錢是我二哥付的 好 您跟我們講述這些內容 從這些內容來看 您認可 剛才您弟弟說的嗎 這個房子是屬於祖業產 我覺得一半是祖業產 一個半是我母親和我季父 他們倆共同建的 那麼您的理解是您作為媽媽的子女之一 對 有繼承權 對 那我再跟你的弟弟確認一下 來推一下弟弟的話筒 先生 您好 您是想多拿5%的份額 那也就是您拿到30%就可以了 對嗎 對 如果說通過我們律師解讀 因為您大哥不是已經去世了嗎 您大哥那邊拿不到25% 最後那個5%是從大哥那拿過來了 能保證您拿到30% 這個事情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呢 不成 這個5%必須得由我解釋出 我聽明白了 就是怎麼著都不成 必須他少拿5%才行 對 那如果律師告訴我們說 最後他就有25%的權利 您不能剝奪別人權利呀 那怎麼辦呀 你說權利那怎麼辦 那就搁著吧 那就搁著 父親的這個遺囑您認可嗎 我認可 因為這父親的遺囑上寫得很清楚 這就在你們不扶養老太太之前的前提下 老太太有權處置這方 好 那現在問題是 老太太在生前得到了很好的 這樣的一個善養 對 而且還有一個什麼 我跟您說 東西相亡是我們蓋的 後蓋的很多事 那屬於我哥個人的家產 家產 也就是說你爸爸沒有權利來 對你哥哥的財產進行遺囑的 他們住一個人單分的戶 你二哥也是戶主啊 對 是嗎 我不太清楚 當時25%的時候 您二哥同意了嗎 也同意了 也同意了 後來就我回家我一說 我愛人有點那個 就是有點意義 剛才我付出這麼多我不幹 您認為您付出的更多 應該多拿5%對吧 對 那如果站在您二哥的角度 您二哥認為 我在那兒是有單立戶的對吧 對 然後我還出錢了 蓋了 另外一個包括當事人的差價 我也出錢買了 那您二哥是不是也會站出來說 那我也多要 那他要的更理所當然了對不對 這個糾結就是糾結我們家來這了 人家現在我讓他來人都不來 人家說你們愛怎麼分怎麼分 愛怎麼給怎麼給 也就是你們家還是有這樣的人 就是愛怎麼分就怎麼分 但是呢 也有像你們這樣很認真的人 他不是認真的是 剛才我提前就跟您說了 嗯 這個家產和遺產是兩個概念 好 那我就問問您 什麼是家產 什麼是遺產 家產 嗯 是在我母親來之前 她所有的這個就北方三間 嗯 這是叫我父親這位的家產 嗯 我母親可以繼承 可是這裡有前提 嗯 這是我們家的祖業產 嗯 對吧 您說我說有道理嗎 嗯 遺產是我母親帶來的 因為說桌椅板凳 鍋耳錶勺 手錶金戒指 嗯 那是叫遺產 老代的遺產 嗯 那後來您母親跟您的 父親一塊兒蓋的那幾家房子 算什麼呢 那個不屬於她蓋的 她跟你爸爸結婚了 夫妻共同財產啊 可是那個院子啊 東西消化了全是我們拆的 拆的我們拆的 我問您在他 那個房子是不是在您父母 兩個人結婚以後蓋的 嗯 時間上確認一下 對 好 但是您不認同那跟您媽媽 有關係是嗎 對我不認同 這樣老大哥我問你 如果你說的觀點屬實 你一直認為這個房屋 有你的份額 那麼拆遷的時候 正常的反應一定是 哪怕裡頭有我的一間 嗯 我應當以這一間產權人的身份 找拆遷公司談這個事情 你談沒談 找過 拆遷公司沒有支持您的 根本他講話你跟你媽在一塊兒 就跟你兩居室就不錯了 所以聽到現在呢 我們各位專家肯定有很多話 想問您進一步的了解 來 就是98年拆遷之後 這個七間房子嘛 給你們補償了兩套兩居室 對 在北四環那個地方 一個是老二哥 就你二哥 對 因為當年正好他也住在那一地方 對 就人家拆遷公司認可 他可以單獨分戶 對 但是當年 你這個弟弟不是戶口也在這一地方嗎 他 拆遷公司為什麼不認可 他可以分戶呢 他已經在我母親上樓之前 已經先與我母親上樓了 他們外頭有 已經就是享受了這相關的 他們有單獨的宅基地 他們單獨的上樓了 就分戶了 單獨的比方拆遷 也有單獨的補償了 對 他成年以後就自己去 單獨有宅基地去 對 都已經分戶了 他的戶口只是 他的戶口在這兒 那你理解 就是你這個繼父的這個遺囑 因為是92年寫的 98年之後 這期間才產生了另一部分的 樓房的相關權 對 你理解 起碼就是 你母親住的這個兩居室 是不是百分之百 都應該屬於 你母親可以完全百分之百的 屬於的遺產 對 我認為是這樣 因爲什麼 房企上只有我母親 一個人的名字 好 說身遍案例 民法理 請理 下面進入我們的律師調查環節 那在接下來環節當中 我們的四位律師 將根據向女士 剛才所陳述的內容 進一步的提問調查 來 首先有請 許楊律師 您母親在生前 她有收入來源嗎 沒有 一直沒有工作 她是因為我父親有病 完了把工作給辭了 那92年您的這個繼父 是吧 去世之後 是誰給她的這些生活上的來源 我母親在92年 我繼父去世以後 自己又在外邊募氣場 做會計 自己幹了五年 五年之後呢 退休了以後呢 等於她也沒退休 她一直就領著我父親的那個養老補助 上樓了以後呢 她一直就租了一間房 她不是兩居使嗎 她自己住一間 自己出租一間 完了 有我們和我弟弟給那生活費 你是給多少錢大概 我每月給300到500吧 白家的三個兄弟呢 那我不太清楚 這就不對了 恰恰相反 我們這幾個兒女都做的這份 然後這個房子我問你一下 房子在拆遷之前是宅基地嗎 對 可能是我有林泉證 我父親的林泉證 繼父的林泉證在我這 我覺得房子的問題 我還是問一下弟弟吧 好 來 待會兒 您覺得 您這幾個兄弟姐妹之間 誰贍養您母親 金的義務最多 我們三個都應該挺多的吧 是平均的 對 當然我們輸出多了 您說 確定好您的份額之後 您願意讓出十萬到二十萬 這個金錢代表的是什麼 是他們對於我母親付出的 給予他們的 你看啊 我這麼說 我問您第一個問題 你們兄弟姐妹都平均地 進了攝養的義務 按照您的這個意思 這個邏輯來 您得到是應該得到的 對 不應該再讓出什麼了 那您又現在又說 是為了感謝她攝養義務 因為 然後再多拿出一部分來 難道不是他們攝養的多嗎 不是 因為他們跟我母親沒有血緣關係 您是代替您的母親在感謝她 是嗎 對 好 女士 我先問您一下 因為剛才您反覆提到的一個份額 是25% 25%的份額是誰提出來的 是我二哥還有我弟弟 他們之間提出來的 當時是我大哥的孩子在 他必然然就同意了 我說那你們仨都同意了 我跟你們仨也沒有必要可爭了 那咱們就25%吧 也就是25%的份額是各方協商出來的 一個份額比例 而不是你們所理解的法律規定 對 是這意思吧 好 那我再來問一下 拆遷協議也好 還是遺嘱也好 都沒寫明日期 對 這是哪年簽的您了解嗎 97年 97年 那個老父親訂了遺嘱的時間 還有一個像 應該是在92年之前訂的 剛才我聽到這個弟弟表說 他是認可遺嘱的 但是從我理解 他好像更多的是認可遺嘱的形式 首先我要先明確一下 遺嘱的這個真實性 是不是四個兄弟姐妹都認可 我當初拿出來這個遺嘱的時候 給我弟弟 只有我弟弟和我大嫂子在 我二哥他沒在 我拿出來的時候 我弟弟承認了這份遺嘱的真實性 有 那你二哥沒有表態 他沒在 那您認可嗎 我認可 您也認可 對 那現在您對於協議的內容 您弟弟好像他並不認同 那您是否認同遺嘱的內容 我認同 這是真實的 因為這個遺嘱你一直認可 對你是有利的 你認為這裡面是 房子是歸你母親所有的 你是這樣認為的 是吧 但是我們現在看遺嘱的內容 那麼北方三間西方三間東方 由他來處理 這個由他來處理 就是由你母親來處理 我問您 處理等於所有嗎 由他來處理是等於這個房子 就歸他所有嗎 我認為是 這個我提醒你 不見得 如果你說了算 不是別人提前說出這個份額 你認為你的份額應該是多少 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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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要三分之一的理由是什麼 對 理由是什麼 我母親過來的時候 我大哥24周歲了 我母親沒給他進行撫養義務 對 我下句的問題就是 兩個成年的大哥二哥 給你母親共同生活過嗎 沒有 大哥二哥都沒有 我大哥沒跟我母親生活過 二哥生活過嗎 他們在一個院子生活 他們單獨過他們的 我母親單獨過我母親的 經濟上有來往嗎 應該有一點 但是我大哥沒有 我大哥和我二哥 雖然說老太太沒有撫養他們 但是在撫養老太太這個問題上 人家也是出了力的 你還是親喊於認可二哥可以 對 大哥是堅決不行的 對 但是這個觀點 你在協議的時候提出過嗎 沒有 因為他們都說25% 我就稀釋寧人 我就拿25%就算了 我弟弟不敢 所以我才堅持著 我要我的份額 那跟弟弟剛才 他所心裡期許的 又不太一樣 對 也就是您認為 你最少要拿到三分之一 推一下話筒 推一下這位弟弟的話筒 先生您好 您姐姐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 也就是說 在他的認識當中 他認為他應該拿到三分之一 你聽了以後 你是怎麼想的 我感到驚訝 驚訝呀 關於房子的問題 我們律師有幾個問題 想詢問一下你好不好 您問問 就是在拆遷之前 這是宅基地是嗎 對 宅基地 這是我父親名下的 96年拆遷 您父親92年就已經去世了 我想問您拆遷的時候 登記的宅基地使用權人是誰 那時候就是一個戶口本 沒有什麼使用權 兩個戶口本 對 那麼所以被拆遷人兩個人 就是您母親是戶主 然後您二哥是戶主是吧 對 分戶了 所以被拆遷人是他們倆 對 我是跟我母親在一塊兒 設個戶口 一直就在一塊兒沒動 那麼對於地上的建房的話 那個有產權證 或者是有這個建房審批表嗎 這個院子裡沒有建房審批表 因為你在這個院子裡蓋的 有 但是你能確定的就是 你能確定的就是說 這個戶主是您母親是吧 北方那三間是 北方三間以後翻蓋過嗎 沒有 西方三間和東方三間 是同一時間蓋的嗎 相差一兩年吧 西方是哪年蓋的 好像是八八八九這樣了吧 大概幾吧 那東方呢 東方三年大約是哪年 東方也差不多 就是僵有僵嘛 是西方在前是東方在前 他們倆也在那 西方 西方在前 你戴外批宅基地的時間 我是87年 老大批宅基地的時間 好像84年8583年 你們後來都經歷過拆遷嗎 都拆遷了 都拆遷了 現在你們家名下有幾套房啊 兩套 您大哥呢 大哥也兩套 二哥呢 二哥就一套 你們拆遷的時間 和母親拆遷的時間 誰在前誰在後 我們在前 大哥也在前 對 同時的 您在節目現場碰到過 他弟弟了嗎 碰到了 打招呼了嗎 打招呼了 我跟我弟妹之間 我們還聊天了呢 還聊天了 對 我們之間沒有什麼矛盾 在這個分割財產上 出現了問題 的確是 我哥哥 我弟弟他們的孩子 結婚呀生孩子 連我們家的 我兒媳婦生孩子 他們都來了 我們之間都有往來 那從這一點上 能看出來 你們這些兄弟姐妹 其實都是講脸的人 對 大家都不願意 把這脸給放下來 所以說問題就在這兒 您認為有沒有變通的可能性呢 我不是太清楚有沒有 您不太清楚啊 對 我就是從你主觀意識上 如果說讓您讓一點 您有可能性嗎 我就按 我就現在 我現在是說 我就按照法律規定 我應該能拿多少 我再來考慮 好 那您認為法律上 您應該拿多少 我不太清楚 所以我才來找律師 其實現在這個事情的焦點是 弟媳 對嗎 如果那天 弟弟您回去 不是跟您愛人商量 不是因為您愛人 有這樣的一些新的想法 可能這個事情 就按照25%就執行了 對吧 對 您回去以後跟您愛人商量 是您愛人覺得 這個事情不能夠這樣辦 對吧 對 您愛人今天來了嗎 來了 他願意到現場來嗎 他來了就不是就得去嗎 好 推一下話動 來 這邊女士你好 你好 您愛人他跟我們這樣隔空對話 他還是有些顧慮 不願意來到節目現場 但我們認為 你們家應該有一個代言人 您願意來到節目現場嗎 願意 來 請到現場來 好 爽快 因為有些問題我們要合適一下 對 我們把地區請上來 來 請 的確是您愛人回家以後 跟您說了這事以後發現 您覺得這事不能這麼辦 對 我覺得我心裡不平 理由是什麼 理由呢是 這個拆遷協議上 拆了我們家這兩口子人 安置協議上呢 也安置了 我覺得裡頭應該有系數 但是具體多少我不知道 拆遷協議 剛才我們看到了 安置協議是什麼 還有一個安置呢 有正式戶口六人 應安置人口 並沒有寫啊 沒有 那如果要是沒有這系數的話 能可以分到這個房子 您認為這個安置協議裡面 是按照戶口來分的 對吧 起碼這個戶口 它也佔一定的數額吧 這是您的理解 我的理解 但是從文件上沒有體現出來 應該有一個安置協議 這上面並沒有寫啊 這不就是安置嗎 一個拆遷一個安置 那我們看大屏幕還有嗎 好 這個叫房屋拆遷補償協議書 補償協議仍然是一樣的呀 正式戶口六人 應安置人口沒有寫啊 好 這是您的其理由 是您的戶口在那兒 對吧 您應該多拿 其二呢 其二就是善養 我不說我多麼好 也不說我多麼刺 起碼我做得及格 我就讓為我及格的分數來 衡量我自己 所以您認為你們家 對老人贊養是付出的比較多 對 因為我先生是他們夫妻倆 共同扶養起來的 不管多少年是共同扶養人 他扶養了我先生一天 我就應該管他一輩子 所以說我這個理念 我才做到這樣 也就是你們認為 你們對老人做得挺不錯的 是挺不錯 還是說只是及格 如果只是及格的話 你想多拿份額 我認為是及格 讓我姐說 我做得及格不及格 讓別人做得挺好的 你看您姐他們也認可 我一直都認可 真是好 這會成為您理所當然 多要份額的理由嗎 不是 我爭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有一個瘸哥哥 就咱們幾個人都在這玩 太想拿到這個玩具 他比我們就不一樣 是不是 我能多爭一點 我就多爭一點 我就給我這哥哥補貼一點 為二哥去爭是嗎 對 我願意拿出 我的付出的份額 給我哥哥 你想要多少 總共 總共就是35% 也就您拿35% 就意味著 在四個孩子當中 您是多佔了的 至於佔誰的您不管 對吧 您看您二人剛才表達的是 我多佔那份 必須是姐姐出 別的人我還不要了 你說我要5%我要多嗎 這個5%必須得由我解決出 那麼好 今天既然來了 既然向我們求助了 我想我們首先遵從人是法理 我覺得先講情理法 你又要講情了 對 你跟你講不通 如果說我們的律師告訴您 從法律上您能拿到更多呢 你尊重法還是尊理 尊理 因為尊理的話 我不要那麼多 尊理的話分得很好了呀 每人25很好的呀 比如說比這個 我想像的要多 我也不要 我要 不要了 我也給我二哥 真的